县长林明珍以及立法委员许淑华 专程前往封丘十八重西 了解右岸边坡坍塌及核床淤积的问题 林县长指出 县府将出资250万元修复摊坊 以及解决淤积 保障农民的财产安全 县长林明珍以及立委许淑华等人 在得知封丘十八重西右岸崩塌 以及核床淤积严重 专程前往会刊了解问题 会刊之后林县长当场指示农业处 尽数发包予以修复摊坊 以解决核床淤积 保障农民财产安全 风秋春十八重西 这个野西边坡已经有摊坊一段时间了 经过我们纯实会议演 还有来反应 所以今天来实际来废刊 这个修复费用 大概是要两百十万 但是为了保护我们周边的 这些农地能够获得保障 同时这个十八重西 这个渔积都在中间 所以妨碍水流 我们也打算说 一并把它整治一下 把这个喉床整治 让这个水能够畅通流中央 不要往便宜来冲刷 会造成这个土地就在流失 我们会尽快的来改善 保护我们的农民的良田 能够避免流失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河床的底部 因为这个淤积的关系 所以都已经对我们整个的河道 没有办法保持畅通之外 那同时也会影响到 我们民众的一个田地 所以县长也特别指示 未来在我们苏郡的工程 我们的水稻尽量要保持在中间 让两边的这些的田地不会受损 也不会冲刷到所有的这个机梁问题 那么我想这个呢 信一想可以说是 在南投县我们的偏乡地区 所以要做的基层工厨建设 也特别的多 未来我们会跟地方政府 好好的来努力 除了从中央争取经费之外 在各地的一些民情反应上面 我们会更加积极的 请县政府来协助 议员陈淑慧 与国民党南投县党部主委 林如斌都陪同林县长会看 地方乡心更是到场关心 希望将雨漆土石 以及快石 朝西床两侧倾输 让水流稳定在河道中央流泄 减少两岸农源的威胁 主要当地的村民也马上来反应 右岸的部分 因为是河川的追击 所以都造成掏刷 所以现在有反应说 要来请县政府这边来输菌 那刚好这边是水宝科的业务 所以也有会请他们 来把输菌往右岸这边 来把它填补 那也可以的话 也可以就地取材 那把比较大颗的石头 有之前曾有燃溪的经验 用气石的方式把它保护起来 也保护我们这条道路 不会因为这样子大水冲刷 而导致掏空摊放的 情形再来发生 县长林明珍表示 风秋桥上游演习新书 也会赤支100万元经费 加速发包办理 这里解决农民农员的 长期流失问题 记者上均服 新一箱采访报导